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GCK 最近我在网上刷到的最多的软件就是像素蛋糕 说实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家公司是什么来路,好有钱 可是当我看到刘洋老师的操作视频后 我就知道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我决定亲自试一下一探究竟 这个软件到底好不好用 我没用事实说话 可能很多关注我的粉丝都是通过 闪光灯和产品摄影系列视频认识我的 其实我自己平时也拍人像 后期处理我比较习惯 DR5家中型灰精修的修图模式 起初我自己也很好奇 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专业修图师 都开始用像素蛋糕修图了 于是我也不甘落后 在下载使用过一段时间后 总结下来像素蛋糕面向的是 专业人像摄影师和修图师 而非摄影小白和爱好者 在保证专业精修效果的前提下 像素蛋糕可以批量调色批量精修 效率直接翻倍 如果你的出飘量比较大 那么像素蛋糕的优势就会愈发明显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款软件的具体表现吧 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实战的例子 去对比一下像素蛋糕 还有PS 去修图上面的一个差别 好了 这是我给我朋友拍的一张照片 为了表现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 所以我在风格的处理 包括皮肤的质感 摆姿上面都做了一些调整 皮肤的质感呢 就给它做的比较粗犷一些 但是皮肤总体上还是比较平滑的 这些毛孔的细节 其实都有给它保留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素材练习的话 你们可以一键三连 然后发私信给我 我会把素材发给你们 我们先看一下圆图 不要吓到你们 其实呢 这个本人没有那么夸张的 因为我在ACR里边处理的时候 加大了对比 就是为了想做出粗犷一点的感觉 所以才把这个皮肤做的这么夸张 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你看一步一步的走 先去做基本的修瑕 先把这些瑕疵弄掉 然后呢 再走中性灰 把大块的弄掉 皮肤这样就看起来舒服很多了 然后最上面是做了一些高低瓶 然后就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效果 其实这个整个的处理呢 我大概花了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呢 我们退回到之前的一些步骤 好 比方说这个地方 如果我在这一步的时候 我直接给它去做DR5 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先把DR5调出来 大概把皮肤这里套一下 OK 我们做一个效果 不去做很细了 只能快修 好 我们把皮肤框住 回车 好 它现在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蒙板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我把它的 在这里用画笔 画笔的时候要全切到百分之百 我直接去涂白色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平滑了 能看清楚吧 但是你看它其实很多小的细节的过渡啊 包括一些这些地方 包括这些地方看到了吗 还是做不掉的 我们还是再需要走中心灰 所以中心灰也是避不掉的 如果想做一个精修 一定是要花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 所以那我们切换到像素蛋糕 再看一下 同样的这张图 像素蛋糕会怎么处理 在这个地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在这里看到这个图 水印在导出之后是没有 没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它清晰度可能会有一点点损失 因为我在这个设置里面看到 精修图预览尺寸 它有一个3000 其实我这个感觉的话 同一张图在像素蛋糕预览里边 要比PS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导出的图片没有任何区别 在这个地方它识别到男性了 那我们在上面推荐的效果里边 我们通常是先过一遍这个 我看 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质感机 你可以看一下 哇 它第一步 它就已经可以处理到这个效果了 放大一点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不要 奶油机顾名思义 肯定是做的有些水润的 我们肯定不要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写真 写真的效果是要更柔和了一些 但是我这里就选择质感机 好了 质感机 这一步下来 它就已经省去了我绝大部分的 操作时间 下面呢 它还有很多去除的地方 其实它主要处理的是去搬去斗 你看 这里有个去搬去斗 我打到一百 这些东西就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呢 它还可以去处理很多细致的地方 比方说放大一点 抬头纹 哇 抬头纹直接弱化了 还有一个花时间的地方是哪里呢 颈纹 其实我在修颈纹的时候 这个还算比较弱的 如果有那种很深的话 有经验的朋友肯定知道很容易修花 所以在这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颈纹是效果怎么样 直接没了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的清晰 我现在真的都有点受冲击了 真的 我觉得我花一个小时修的照片 真的 像素蛋糕真的就是几秒的效果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去做很多别的 比方说皮肤调整 你看这里还有很多质感磨皮 它还没有打开质感磨皮 我可以打开一些质感磨皮 这个就是中性灰 好 这个就不是传统的美图秀秀的那种了 它就是商业级的中性灰秀图了 好 然后我们呢 还可以切换到这个调整面板里边 在影调里边 我们可以去调节对比度 经过这些简单的调整 其实如果不去做讲解的话 可能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质感的皮肤的效果了 我放大看一些 皮肤的毛孔这些全部都有保留住 关键是去除中性灰脸上痘痘的那些 我们如果你手工去除的话 大概真的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但是这个就是几秒钟的效果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帮之前的助理去拍了一张证件照 去放大看一下它的皮肤 其实修饰的也是相对比较精细的 也保留了一定的质感 好 我们我修这张照片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也要花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把它圆图其实是什么样子呢 圆图是这个样子 放大看一下皮肤质感 然后呢我们把暗部提亮 就可以把皮肤的这个亮度和透的这种感觉做上来 好 我们在这个的基础上导入像素蛋糕 好 我再重复一下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稍微有跟圆图有一点点损失 但是导出的时候不受影响 我们在这里我们选一个 比方说这个是证件照吧 我们就选一个证件照 点一下 哇 看到了吗 点一下证件照 直接就把这些效果全部都做出来了 放大看一下 皮肤的质感都还在 就非常非常恐怖了 然后呢 它下面还可以去再去做一些精条 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它的法令纹稍微有点重 其实修法令纹也是一个比较浪费时间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修法令纹的效果怎么样 好 这里有一个法令纹 我把法令纹提上来 哇 真的是一键就去掉了 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这样其实短短的一秒钟 它修出来的效果真的和我修一个小时 这个效果差不多 这是我修一个小时的样子 这是它修几秒钟的样子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了 再修一个女生试一下 这个我给它写真的一个预设 好 你看 它的毛孔的这些细节其实还在 但是呢 它又没有那种曝光过曝的感觉 所以它还是比较专业的 按一下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区别 我在下面还可以继续去修饰 比方说 牙齿美白 我可以给它去提亮一点 在这里看 它还有一个牙齿修复 你看牙齿修复完 它会让你的牙齿变得整齐很多 然后你可以提美白 但这个地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你还可以单独的在对牙齿做调整 但现在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对比一下 你看 它一键美颜之后 它是智能的把你的脸 然后也缩小了 它是把你的脸和五官都做了一定的调整 但是非常克制 又不失真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这一键 其实对于绝大部分 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商业拍摄 已经足够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为我朋友拍摄的一组照片 那我们知道ACR里面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预设可以同步 同步过来 这个效率会大大的增加 那我们看一下像素蛋糕是怎么要做呢 我们去给它找一个滤镜 比方说我选择一个儿童胶片滤镜 好 好这个就有那种日系胶片的风格了对不对 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选择它 然后呢 像ACR很像 在选择剩下的全部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返回 这个地方有一个同步到选中图片 你看点这个工具呢 它可以选择你同步哪些内容 对吧 好我现在如果说都同步的话 那我就都选上 然后呢 我点同步 好你看 非常快 这一组马上也同步过来了 看一下对比 是不是 这个也同步过来了 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快的 像这种呢 就真的非常适合那种去做铝拍啊 或人像外拍的这种效率真的会增加好多 好这个也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导出的时候怎么导出 你就选择 然后去导出图片就行了 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选择你的位置 这里有导出质量 还有品质 还有转换成sRGB 这些都是默认可以勾选上的 这样操作的话跟PS其实差不多的 在这个地方你看 它其实还有一些 我觉得很好用的功能 比方说 全身美形 全身美形之后 这里也是可以分男和女啊 我先选择男生 然后AI塑形 发现了吗 男生是自动去液化了 就变瘦了 这个就不用像你在PS里液化 单独的那样调就很慢的 然后我选择女之后也是同样的 AI塑形 女生也瘦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非常好用了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液化 看 大小密度压力 用过PS的一定都知道 你看 它可以很方便的 放大一点 去调这些 你如果想精细的在微调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调整 我们再看一下 像素蛋糕还有哪些其他的功能 比方说我用了一个换天的功能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看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换天空 我们换一个暖调 看一下好不好看 它换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但是现在这个人物就有点融合到这个天空里面了 那么我看一下它可以去做哪些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去做 人物的色彩 是偏向天空多一点 还是偏向原本的多一点 我拉回来就偏向原本的多一点 这样人物就可以收回来了 就有点像闪光灯打上来的 当然你还可以细致的 去微调一下 景物的调节也可以去做 你看背景它也可以调节出来 这个我觉得现在的AI修图真的会让好多修图师失业了 好我们再返回到另一个的使用场景 这也是我为朋友拍摄的一张照片 其实像这张照片它就可以用来去做证件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证件照的使用上跟PS相比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在这里 我现在觉得这个人脸如果换到一个亮的背景里 它的妆容效果还不太明显 我们切回来之后呢 有一个 在这里有一个 加强了立体 这是加强立体之后的效果 你看之前是这样 好这样看一下区别 能看到吧 在这个证件照里面 我们常用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就是说给它换底嘛 好我们看一下证件照换背景是怎么做 我们给它来一个红底 真的是秒换 我们看一下它的边缘 它边缘其实处理的非常非常好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再给它一个蓝底 你看它扣图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这点有点惊讶到我了 然后呢 它还可以自定义自己的背景 我们给它导入一个我自己随便上传的背景 这个边缘的抠图 你看一下 其实还都是抠的不错 但这个地方可以调整边缘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还可以细 细微的调整边缘 我觉得非常好用 没有毛病 好说了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软件 它其实就适合那些 拍人像或修人像量比较大的这种工作室 他们这样的话 你真的可以省出来修图师的钱了 因为据我所知 修的不怎么样的修图师 现在市面上大概是要五块钱到十块钱一张 大概在这个范围内嘛 好 香酥蛋糕它自己的也是收费的一个套餐 那么它的这个套餐的话 如果体验套餐我看一下 是八百张 三百块钱 每张和三毛七 其实这要比人像的修图师要便宜太多太多了 是不是 其实在用完香酥蛋糕之后 我真的替一些修图水平 没有那么高的修图师捏了一把汗 我觉得其实按现在香酥蛋糕才 才发布的时间也没有多久 我相信如果香酥蛋糕再进化一年两年 我觉得很多人像修图师真的是要失业了 总结一下 有一句话说得好 大象是踩不死蚂蚁的 当人像精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对出片效果和出片效率 同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相比传统的PS家插件修图的工作流 我觉得像素蛋糕创造了一个新的专业级细分市场 对于那些有稳定客户和稳定单量的摄影师 和摄影机构来说 我觉得这款软件还是非常香的